Oh my God! Oh my God! 根据CNN美国有线电视网最新消息 3月15日 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龙卷风 席卷了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 当猛烈的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时 它像一头发怒的巨兽 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肆意横行 狂风怒嚎 大树连根拔起 房屋被刺成碎片 就像废纸一样被抛下空中 龙卷风锁到之处 满目疮痍一片狼藉 官方数字显示 这场灾难性的风暴 已经造成至少三人遇难 数十人受伤 但在废墟之下 生命的消息仍在搜寻中 随着救援工作的深入 不排除伤亡人数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 洛根县警长兰迪 多次面对镜头 语气沉重 我只能用炸弹爆炸来形容 眼前的景象 一切都被摧毁了 房屋 汽车 路灯 就连马路都被砸出了坑 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的部分城镇 惨遭洗劫 满地狼藉 一片废墟 我们的县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多次警长哽咽着说 我担心 我们会找到更多遇难者 但我们不会放弃 要一个一个的搜寻 直到确认每个人的安全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重创了这里的居民 布莱恩 施密特躲在浴室里 听着屋顶被掀翻的声音 他说 就像一列货运列车 从我家客厅里呼啸而过 当他走出避难所时 家园已面目全非 一切都没了 我的车 房子的前墙 全都不见了 活着真是万幸 施密特拥抱着妻子 泪水模糊了双眼 像施密特一样 成百上千的家庭流离失所 财产损失惨重 房屋倒塌 农田被毁 停电断水 通行中断 风暴过后 留下的是满地创伤 官员称 这些社区遭受的破坏 难以想象 重建之路将漫长而艰难 但在绝望中 也有令人动容的一幕 邻里们挺身而出 带着电锯 发电机 来帮助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们 志愿者们加入搜救大军 在废墟中挖掘 寻找幸存者 这场灾难让我们看到 在苦难面前 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依然闪耀 俄亥俄州副州长 乔恩·赫斯特德说 从废墟中 我看到了不屈的精神 人们相互搀扶 共度难关 只要大家携手同心 我们就一定能重建家园 创造奇迹 在这场灾难中 有些社区 犹如风暴的镇央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印第安湖 这个曾经宁静美丽的度假小镇 如今满目疮痍 马路上横七竖八地 躺着废墟的残骸 就连湖边的游艇码头 也被撕得支离破碎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地商会主席间首席执行官安波尔 费根说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 静静地流淌 我们引以为傲的小镇 现在只剩下断壁残缘 图书馆没了 学校没了 朋友的生意也化为乌有 一夜之间 我们失去了一切 在莱克维尤村 另一个风暴重灾区 情况同样惨不忍睹 曾经整洁的街道上 到处散落着砖瓦碎片 和扭曲变形的金属板 一些房屋被龙卷风整个掀翻 露出了地基的残骸 阿莱纳 罗伯茨 在音乐会结束后回到家 迎接他的却是一片废墟 真是太可怕了 风声雨声响彻天际 我从没听过这么大的动静 他环顾四周 不禁悲从中来 我亲眼看着邻居的房子 被风刮走 就像拼图一样散落各处 那情景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在俄亥俄州的拉塞尔角 当地一家医院 被迫疏散了所有病人 停电导致了医疗设备 无法运转 病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危险 医护人员只能冒着危险 将病人一个个转移到安全地带 医院的菲利普 史密斯医生说 我们失去了手术室 急诊室 甚至是新生重症监护室 但我们绝不能放弃病人 他赞扬了医护人员的奉险精神 护士们冒着龙卷风来上班 医生们在烛光下坚持手术 他们是无名英雄 在墨色县风暴摧毁了大片农田 数以千计的牲畜死于非命 这是我们全部的心血啊 农场主汤姆 威尔逊望着被毁的牲口棚 喃喃自语 牛羊们无辜丧生 壮家也被毁个精光 我们靠什么活下去 农业 这个县的支柱产业 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个个社区的悲剧 汇聚成了这场灾难的悲闯乐章 房屋 被毁 生计 被夺 点点滴滴的生活化为积烦 但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 人们也没有绝望 他们擦干眼泪 撸起袖子 开始了重建家园的艰难征程 正如印第安湖的居民 布莱恩 施密特所说 生命无常 但希望永存 只要我们还有彼此 就没有什么能击垮我们 我们会东山再起 重现这里昔日的美好 在风暴肆虐过后的第一时间 救援大军就向灾区挺进 国民警卫队 联邦应急管理局 红十字会等机构的救援人员 齐聚一堂 与当地志愿者并肩作战 争分夺秒的搜寻幸存者 抢修基础设施 为灾民提供实物和庇护所 我们将不懈努力 直到最后一个人获救 国民警卫队上校詹姆斯 布朗 在救援现场说 他的脸上满是疲惫 但眼神坚定 我们已经搜索了超过80%的区域 就除了数十名被困居民 但我们不会就此止步 要确保每一个人都安全无恙 在瓦力和废墟中 救援犬发挥了关键作用 它们灵敏的嗅觉 让被掩埋的生命得以重建天日 当一只名叫露西的金毛巡回犬 从一堆砖瓦下挖出一个强宝中的婴儿时 欢呼声响彻了废墟 这是个奇迹 婴儿的母亲气不成声 感谢上天 感谢救援队 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但救援工作面临着重重挑战 道路阻断 通信中断 电力尚未恢复 给搜救行动带来了极大困难 救援人员常常要徒步数英里 翻越残垣断壁 才能抵达灾民所在地 情况非常糟糕 红十字会志愿者沙拉 李描述道 很多地方车辆无法通行 我们只能背着装备不行前往 没有电 没有水 物资也非常匮乏 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灾民们指望着我们 尽管困难重重 救援工作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应急指挥中心 24小时运转 协调各方力量 统筹调度资源 医疗队深入灾区腹地 为受伤居民提供急救 直升机昼夜不停地往返于灾区上空 运送伤员和物资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 联邦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迈克尔 史密斯说 目前已调集了数千名救援人员 上百辆救援车辆和数墩救援物资 灾区的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救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但前路漫漫 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在救援人员的身后 是数以万计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 或是附近城镇或是益州他乡 他们带着铁锹和手电 带着毛毯和食物 在废墟中挥洒汗水 用爱心温暖灾区 我原本只是来看看我姑妈的情况 印第安那州的志愿者杰克霍尔顿说 但当我看到满目疮痍的灾区时 我知道我必须留下来帮忙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家人 我们要携手共渡难关 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希望的曙光正在升起 灾区的人们坚信 只要大家同舟共济 定能重建美好家园 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说 我们失去的终会找回 我们倒下的终会重建 风暴带走了我们的房屋 但永远带不走我们的希望 风暴的肆虐 不仅带走了人们的家园 也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节奏 灾难无情地撕裂了一个个家庭 留下了无数伤痕和窗口 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日 人们聚集在废墟中的一个临时避难所里 互相安慰寻求支持 索菲亚 罗德里格斯抱着两个孩子 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的丈夫还没找到 他哽咽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孩子们 他们的爸爸也许再也回不来了 谢谢你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天更新 失去亲人的痛苦 笼罩着每一个受灾家庭 玛丽 汤普森坐在帐篷里 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他和去世的丈夫的结婚照 我们本来约好了 今年结婚50周年 要一起去夏威夷 他喃喃自语 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对于幸存者来说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 断水断电 食物短缺 许多人不得不在避难所里度日 露天停车场成了临时安置点 帐篷搭建在车位之间 人们排着长队 等候领取救济品 我从没想过 有朝一日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汤姆 威尔逊说 他的农场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我一辈子都在土地上劳作 但现在 我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 孩子们的教育也面临危机 学校被毁 教室成了避难所 我最担心的是 孩子们会落下功课 教师历领 臣说 很多孩子已经失去了家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失去未来 他和其他老师自发组织起来 在帐篷里为孩子们上课 尽最大努力维持教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暴的影响 逐渐从肉眼可见的创伤 转变为内心深处的伤痕 我每晚都会梦到狂风呼啸的声音 幸存者杰西卡 布朗说 醒来后 我常常分不清 自己是在梦里还是现实中心理创伤 成为了灾后民众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但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 人性的光辉也从未泯灭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吃住都在一起 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我的房子塌了 却收获了一个大家庭 罗伯特 史密斯说 他和另外三户人家挤在一个帐篷里 我们分享食物 分享故事 用爱与快乐 驱散阴霾 灾难改变了一切 但也凝聚了人心 受灾群众知道 前方的路还很长 生活的曙光 还需努力去争取 但他们坚信 只要携手前行 没有什么困难 是不可战胜的 正如一位居民所说 房子可以重建 车子可以再买 但生命的馈赠 是风暴带不走的珍宝 感恩我们还有彼此 还有希望 当风暴的阴霾渐渐散去 灾区人民名望远方 开始憧憬重建的曙光 政府与民间团体携手合作 制定了一系列复兴计划 是要让家园 重现往日的生机 我们将兴建更坚固的房屋 铺设更安全的道路 打造更智能的电网 俄亥俄州州长迈克 德维恩在新闻发布会上 庄严承诺 灾难摧毁了我们的建筑 但激发了我们的斗志 我们要在废墟上 树立起希望的封碑 作为重建计划的首要任务 联邦政府拨款数亿美元 用于灾区基础设施的修复 数亿千计的工程师 建筑师 施工人员涌入灾区 昼夜不停地工作 塌陷的道路被填平 折断的电线被接起 断壁残垣逐渐被清理干净 看到大家齐心协力的劳动 我感到无比欣慰 志愿者林达 微博说 每一块砖瓦的重建 都是我们重拾希望的建筑 为了让灾民尽快回到正常生活 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受灾家庭可以申请低息贷款 用于重建房屋 失业人员可以领取临时救济金 渡过难关 税收减免 医疗补助等举措 为灾民撑起一片经济保护伞 政府的支持 让我看到了曙光 汤姆 威尔逊说 他的农场正在申请重建资金 我知道 只要我们肯努力 生活就一定能重回正轨 民间力量也在重建大业中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各大企业捐资捐物 助力灾后重建 慈善机构开展募捐活动 为灾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更是纷纷请应奔赴灾区一线 用双手重塑家园 文公司捐赠了大量建筑材料 用于灾区学校的修复 本地企业家杰克 史密斯说 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 他们理应在最好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重建不仅仅是砖码的堆砌 更是心灵的抚慰 政府联合心理咨询机构 在灾区开设心理援助热线和诊疗中心 帮助人们走出灾难的阴霾 艺术家们则用歌声和画笔 抚平伤痛 传递希望 俄亥俄州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 是美国龙卷风的高发区之一 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 从地理位置上看 俄亥俄州处于龙卷风的多发地带 美国中部地区被称为龙卷风走廊 Tornado Alley 是全球龙卷风发生频率最高的区域之一 这一地带西起洛基山脉 东至阿巴拉契亚山脉 南北纵贯美国大平原 每年春夏之交 这里都会成为龙卷风的主战场 而俄亥俄州正好位于这个走廊的东部边缘 紧邻龙卷风另一高发区的龙卷风象 Dixie Alley 因此极易遭遇龙卷风的袭击 其次 从地形特点上看 俄亥俄州大部分地区为广阔平坦的大平原 和缓起伏的丘陵地带 地势开阔 没有太多山脉阻挡 利于龙卷风的生成和移动 平原地区一马平川 空气湍流强烈 在触发效应下更容易形成龙卷风 在此 从气候条件上看 俄亥俄州春夏之交 常常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 每年4至7月 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团会南下 与来自南方的暖湿空气相遇 在俄亥俄州上空 形成强烈的大气不稳定 冷暖空气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的剧烈运动 加上急剧变化的风向风速 极易导致龙卷风的生成 此外 俄亥俄州夏季高温多雨 为龙卷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水气和能量 另一方面 俄亥俄州特殊的下垫面条件 也是龙卷风多发的一个原因 该州有大片农田 草场 森林等覆盖 下垫面粗糙度较大 加大了近地面风切变 为龙卷风的生成 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了自然因素 俄亥俄州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变化 也可能加剧了龙卷风的发生 比如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下垫面性质 加剧了热岛效应 可能诱发更多龙卷风 此外 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 未来龙卷风袭击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 历史上俄亥俄州曾多次遭遇严重龙卷风灾害 1924年 罗兰市一场F5级龙卷风导致近700人死亡 1974年的超级爆发事件中 148场龙卷风横扫13个州 其中50余场发生在俄亥俄州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近年来 尽管预警系统不断完善 但俄亥俄州仍持有龙卷风侵袭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可以预见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 未来俄亥俄州乃至整个美国中西部 都将面临更加频繁和强烈的龙卷风袭击 加强灾害预警 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完善应急响应机制 将是该地区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